還記得之前做的預測說喔 前五年有四年的女歌手都是陳建騎老師製作得獎 不如直接頒給田復正吧 三色列金曲獎豐豐於終於落幕了 大家有沒有開心啊 歡迎來了阿P老遠 我是音樂說書人阿P 帶你聽聽音樂中的故事 今天我們就來回顧一下 歸納一下金曲三二的幾個得獎重點 那開始前記得訂閱分享加載阿P老遠喔 那要給今年金曲獎下一個註解 那阿P會說真的非常符合流行音樂這四個字喔 他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显示金曲奖已经走向雅俗共赏的方向 不再是被人诟病金曲奖把歌手逼得死死的 害大家专门做一些取高贺寡片门的歌曲 首先我们说说今年的大奖 年度歌曲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得奖的是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不必用沉重主题就能成就一首有重量的疗愈歌曲 词曲编曲演唱的完美结合 让歌曲超越电影的影响力成为年度金曲 真的恭喜刻在 真的成为阿P心目中最符合流星音乐这四个字的一首歌 那年度歌曲今年由刻在拿下 理由是以流量佐证传唱度很广 还有许多歌手翻唱有流行性 在第二轮以十票过半 赢过了万方的阿丰建没有来的六票胜出 那之前我们说过以传唱度获奖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这奖真的是得来不易 这也让我们发现了今年的评审 更壮是一首歌的音乐性胜过议题 打破大家过往对于年度歌曲 时代一挂帅的想象 那今天的所有奖项里面的有一个奖 阿P觉得真的 是时候了 终于拿奖了 最佳专辑制作人陈建奇 最佳专辑制作人奖 陈建奇 用另类观点做流行专辑 不论音色协调 乐器使用和歌手表现 每个部分都掌握得很好 整体概念完整 得这个奖真的好难 建奇老师怎么没有这样说 陈建奇老师是业内金曲歌后制造集 徐家营 魏如轩 艾良 彭扎慧 包含今年获奖的田富珍 过去多次将歌手送进金曲奖的巅峰 自己却从来没有得奖 七度入围首次获奖 七次 七次 真的是制作人界的梁静如 今年终于获奖了 真的恭喜 那说到制作人 真的很辛苦 今年的班长嘉宾陈善英老师的一段影言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要在歌手录音期间放不下电玩的时候 提醒别人浪费别人的青春 要在别人不相信他们可以创作的时刻 诗语先魔力 要确定U47番251和C12 哪一支麦克风才能凸显优势 要在歌手唱到沙哑前 只只不信 制作人讲的好听的是 《评管是首面》 其实是要有老板般魄力的打杂工 真的很辛苦 真心觉得听完这段影言非常感动 鼓掌五秒钟 一 二 三 四 五 是他批整段给你最喜欢的一段影言 感谢所有为了音乐每日每夜付出生命的制作人 最后来说说男女歌手奖 男歌手真的太屌了 最佳华语男歌手杜正熙家常音乐 最佳华语男歌手得奖的是 嗨 我是云零 这里是VS Media 想让更多人看见你吗 连结在这里 欢迎来投稿 投稿 投稿 对节奏和文字的想象 打破嘻哈只念不唱 像聊天般自在的音乐呈现 不但是时代的icon 也将华语音乐带入大嘻哈时代 天哪 阿P在看这段的时候真的起鸡皮疙瘩 恭喜Sophely Papa AKA宝康歌王得奖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阿P金曲预测的时候有提到 淡宝十年前写给自己一首歌 史诗 是28岁淡宝写给十年后的自己 也就是今年38岁的他 太恐怖了 细思极恐神语言 我们再回去看看这首歌的歌词 阿P都感觉到淡宝得奖的那一刻 整个嘻哈圈应该都高潮了 太神秘了啦 那淡宝AKA金曲歌王 AKA嘻哈算命死了 还有谁想得奖的 赶快找淡宝写一首歌 那今年的男歌手真的很难猜 不管是谁都实至名归 那今天男歌手 特别重视歌手的生命经验 两位男歌手的传记都很相似 都是收集了自身生活中的各种声音入歌 那最后显然是有两个孩子的 爸比尔利壮年有更多生命经历 更感动评审 华语男歌手讨论的五轮 是真死亡之族 扣除回避投票的淡宝以9票获胜 紧追在后的则是维廉安6票 那淡宝尚专辑家长营幕前是已经绝版了 现在这样不开第三次实体专辑 说不过去吧 阿P个人非常喜欢里面跟女儿的互动 包含之前介绍过的小妹小妹不要哭 还有很多skits 都是只有实体专辑才有的啊 对宝康之歌这首歌 宝康 这张专辑可以看出一位歌手转变的历程 作品选择突破 极具个人特色又雅俗共少 哇 我们的音乐登山者登上音乐最高峰了 天啊 Heevy 致辞的时候连续说出登山者还有爱唱歌的小女孩 都让阿P心头一惊 我是一个登山者 我是爬百月的人 但刚刚走那一段楼梯 我真的腿软了 大家好我是田夫真 我是爱唱歌的女孩 该不会歌后也有看完阿P的影片吧 赶快撑乱告白 Heevy 阿P爱你哦 Jimmy Jimmy 还记得之前做的预测说 前五年有四年的女歌手 都是陈建杰老师制作得奖 不如直接搬给田富真吧 没想到真的预言成真 是令阿P感到比较惊讶的部分 那也可以看得出来 今年的女歌手呢 评审比较在意的是突破与转型 分别是差异最大的两位女歌手 田富真与谭维维进入到最后绝选 一比十票刚好突破九票的获胜门槛 赢得了这个奖项 两位女歌手真的都很棒 大家都去听听 谭维维从以前的刺意万维谭某某 变成现在温柔的女性发生人的3811 真的让人觉得非常的突破自我 那一比也是从被人说 修英修很大偶像包袱 到这张专辑真的完全放开了 把她无人知晓的不完美与私人情绪唱得出来 现在人人知晓了 小姐还长大了还得奖了 恭喜 好 以上是今年金曲三合的精彩回顾 我现在订阅阿P的网约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提醒 你再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 那我们下期再见 掰 by bwd6 by bwd6